你可能等他一下,他需要等個一兩秒 哦,好的 大家好,我是歐怡晴 我是在香港很多參與社會運動一段時間 但是這一次就有點遺憾 因為在這麼重要的時刻 因為一個很痛 但是也是因為另外一個重要的工作 所以就在這段時間就在台灣 但是我明天早上就馬上回去 所以就非常感謝蘇天就在這麼短的時間的時候就安排了這樣一個分享 因為其實我是在6月12號 就是那個很混亂的時候才聯繫附軍他們 就是因為那個時候我就在想 好吧,既然我已經人在台北 就是沒辦法直接到現場 但是有沒有方法可以讓自己變得有用一點 就是可以幫助到這個事情 所以我就想到,因為我們以前都認識了 然後有著一個分享的場地的話 就希望可以在這裡跟大家說一下 這是什麼事情 還有就是看看大家想了解什麼東西 如果我們可以的話都可以盡可能去答一下 大家好,我叫沛妍 其實我也是從香港過來參與研討會了 所以就心裡很不舒服 因為香港發生這麼大的事情 然後我看到我所有朋友都在你那邊 然後6月12號的時候也是非常危險的狀態 所以其實心裡真的非常不舒服 然後歐度就問我 要不要講一個講座 然後就,那好吧 我就給他拉過來了 但其實可能分享的不是很多 但是更重要的是跟大家的一個互動 還有就是那個經驗上面的交流 對,所以就是開始之前首先想問一下大家 其實你們來是想聽什麼 剛才已經有些朋友就提到 剛才那個集會裡面那些歌其實是什麼意思 為什麼會用那些歌的 但是其他的朋友 如果你有一些很明確的想了解的事情的話 都可以先跟我們說一下 然後可以調整一下待會兒分享的內容 剛才有收集到兩個問題 就是第一個就是大家有經常聽到我們香港的集會 或者是你們剛才在台北的那個集會 也有聽到海國天空這首歌 你們有問我們這個首歌是什麼意思 然後第二個問題就是我們 2047年就是香港回歸的一個限期吧 然後大家也有問就是 那香港的人他們是怎樣看呢 有沒有什麼的討論 大會我們也會回應這兩個問題 好就是如果大家現在有的話也不分也可以先說一下 我們先把麥克風傳下去 如果妳現在就想問就直接講一下 然後我想不好意思我想請問一下說 像這一次是因為香港人是已經沒有辦法再忍下去 所以才站出來嘛 那如果真的就是這件事情如果他們 因為他們現在是已經先把這件事是暫緩 那香港人這就是你們其實對於這次的運動 你們有所謂的最終目標嗎 還是說希望只是撐到2047 還是說希望只是撐到2047 對 嗯 我想請教一下就是我們台灣人不免會用自己的想像 在看香港 那 最好奇香港的這些平常的NGO或攝影組織 動態大概是 動態大概是 動態大概是怎麼樣子 因為台灣其實有很多學生的社團或是NGO 有長期經營的人際網絡 那我常聽到香港人在講說 這次運動不夠組織大家都管大牌 然後不知道能撐多久 那 我身為一個外人我其實不太懂 這裡面 就是組織跟組織間合作起來的網絡 到底是什麼樣子 那 從閃運到現在是不是 又說改變 然後 對 因為畢竟是台灣人可能會有很多幻想 就明明是怎麼在做這件事情 OK 謝謝 等一下我會放個電子 我會記住 就這樣聲音 不好意思 不是 喂 你好 不好意思 我想請教一下 其實我之前蠻常去香港 然後我也有觀察到一個現象是 我記得新移民政策大概是20年 差不多20年左右嗎 他每天會讓150個中國人移民到香港 那還有雙飛子女 以及到香港單行證 拿單行證到香港看醫生的人 我想請問 這個部分的 我們叫人口遷移的部分 會造成香港社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因為我覺得這個 這個現象也在台灣正在發生中 那我想要請教是 在你們觀察下 這個在香港 對於香港社會跟政治上面 有什麼樣的影響 謝謝 謝謝 不要客氣 多問 有嗎 沒有 那我先追加問一個問題 既然今天到了參戰時光 這個地方 我記得我上次在 那個 土瓜灣住的時候 我看到非常多的社區 他們的門口都貼了很多 傳單在罵東南亞的人 認為他們進來搶很多資源 造成的社會的混亂要被解決 那 這些真的是混亂嗎 還是說香港 有一個社會的壓力 然後 推給了他們 然後他們跟 他們這群人跟單神正進來的人 是一樣的角色吧 還是不一樣的角色 那 就是 這樣子一個排外的情緒出來 當然可能是反應香港 現在有一些困難 那會不會 可能也有一些 沒有注意到的細節 或是 沒講之類的 好 我想 還有沒有別的問題 有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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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一下 就是 嗯 現在的香港人是怎麼看 台灣的新聞媒體 還有 國民黨 還有 現在科文哲他們的發言 哈哈 哈哈 那好醜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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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才說的是什麼媒體 沒有 台灣大部分的媒體 對 這對觀眾 兩紅的媒體 你們是 啊 整個媒體 整個媒體 對整個媒體 行 這些全都是大問題 本身都可以談一個半小時 但是 但是 好 那我們 我們 目標就是先 談到八點半 就是關於這個內容吧 然後 之後就嘗試回 回應一下大家的問題吧 好 今天先說一下我們大概想去說什麼東西 首先就是關於這次單一的事件 送中修例的一個很簡單的說一下它的到現在發展到現在的過程 然後第二個部分就會談一下 其實從2014年那個雨傘運動過後 其實香港的政治的運動其實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 第三就是 希望 從 不從 單一個事件 來看這個送中 其實它 具體上是有什麼意義呢 如果它是從 整個 中國 跟 香港的關係 或者是 甚至是中國跟其他地方的關係裡面 這個送中是意味著什麼的 我就會 嘗試跟大家談一下這個問題 好 首先 開始 一開始 其實呢 這個 這個送中條例的全稱是很長的 就是叫什麼 逃犯及 刑事適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草案 那麼其實大家都會把那個 重點就放在逃犯那邊 就是因為它一開始就是用一個在台灣發生的命案 來作為一個起點 或者是說一個接口去修法 就是說它可以把一些逃犯去移送到一些以前沒有簽訂那個逃犯的引渡的出世的地方 這個是然後這個也是所謂的送中的一個怎麼說 這個名字的來由 其實大家都把那個目光都放在逃犯這個部分 因為最大的恐懼就是把一個人送到中國 然後那個地方的司法制度或者是政治制度 其實或者甚至是那個政府對於不同的事情的價值觀都很不一樣 所以就帶來一個很大的恐慌 但是我希望大家都同樣去留意一下相互法律協助那個是什麼意思 其實它的意思就是說 好吧 有一個人他可能是出現在香港的 然後中國的政府就說 這個人有可能犯了什麼罪 但是我們就先不用把他抓起來 但是如果有這個相互法律協助的方案的話 它就意味著香港的警察可以幫忙去搜查 去凍結那個人的銀行賬戶 可以去破門去收集證據 然後再進一步作為他的司法的程序 所以對我來說其實這兩個部分 它的威脅都是同樣的大的 因為其實很有可能就不會是所有人都會有那個被送到中國的威脅 但是如果是那個相互法律協助的也成立的話 就意味著其實香港的警察就可以直接變成中國的警察的一個工具 幫他用來去 幫幫他用來其實 對 就是用來 用來去 去調查任何他們想調查的人 所以那個司法的去隔就分 就 美了 所以這個也是另外一個同樣的重要的地方 為什麼我說這個重要呢 其實是因為香港這個地方有一個很 就是對於不同的不同的持分者來說 它有一個很特殊的地位 對於做生意的人 做NGO的人 甚至是宗教團體來說 其實香港也是一個進入中國去工作 進行不同的工作的一個很好的橋樑嘛 但是 其實說到底就是因為它的政治制度 司法制度 然後對於人權 對於公民權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就可以作為一個區隔的地方了 但是如果那個相互法律協助出現的時候 其實這個保障就失去了 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那個政府就會一直都會提 我們要為那個命安的死者討回公道 所以就要搞這個法案 但是很快的就是中國的官員 還有很多法王黨的言論都紛紛指向 其實這個是一個為了國家安全來立的法 那麼那個意思就完全不一樣 因為其實香港是 目前還沒有任何的 關於中國的國家安全的立法的 那個是因為2003年 香港人就有50萬人就上街 就反對這個 關於香港要就是 墊覆分裂國家去立法了 所以就拖到現在16年了 都還沒有這個法 但是現在就說 原來這個逃犯條例是針對國家安全的 然後23條的恐懼就回來 甚至是比23條的恐懼更加嚴重 因為23條的意思是 香港就墊覆分裂國家 自行立法 所以它自行立法也是在香港去執法 就像像澳門一樣 澳門已經有這個法案 但是如果是送到中國 那個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然後呢 最扯的地方是 因為其實社會裡面是有很多反對的聲音的 所以它為了上街的支持 它首先就豁免了商業最新 商業最新可能是包括很多是 逃稅啊 財務方面的問題 就是因為香港的 香港的 老闆主要的 投資的地方 就是中國 然後 在中國 它其實是 可以說是 有很長的時間 都是 橫行無蹟的 就是 其實我們都現在都知道 港商在中國 是做了很多很差的事情 比如說很差的工人權益啊 然後拖欠工資啊 之類的 當然那貪污也是有的 所以 但是它現在就豁免了商業最新 但是更加離譜的就是 新最新也是豁免的 那意味著什麼呢 大家就可以想一下 好了 但是一開始 那個條例 豁免了這兩個 對 它只是列出了幾十個 三十二個 罪行是可以引導的 但是 其實中國的司法制度裡面 有一個很奇怪的情況 就是說 我用A的罪名來抓你 不知道為什麼 過了一段時間 我可以改控B的罪名 所以就會引起一個懷疑 就是 那你就用那三十二個罪名 其中之一來抓我 然後 回去就變成顛覆國家 那怎麼行 就像銅鑼灣書店那些人 其實他們被抓的原因 是什麼 什麼交通事故 都亂說 如果交通事故的話 怎麼要把人關到現在 都沒有蹤影呢 是不是 所以其實其他的國家 其他的國家都已經提出了反對 就是台灣就說 我們不會接受 你就是通過了 我們都不會接受這個引渡 然後歐盟也是提出一個很強烈的不滿 等等 這些大家都知道 然後 其實那個社會的氣氛是一直一直推上去的 一開始就是十幾萬人的遊行嘛 然後他想就推到立法會的時候就很混亂 因為民主派的人就很強硬的去反對 就是我會形容 我會形容 發明主派的反抗的程度是比2014年 就是我們在金鐘在旺角被打得最慘的時候還要嚴重 所以其實是比較誇張的 但是在市民的方面呢 有一個比較有趣的情況是 不同的市民的群體就開始用某個中學的救生的名義去發起一些連署 就說反對這個條例 比如說我是A的高中 畢業的學生 然後我就找我的校友去做這個連署 然後就有幾百家的學校都做了這些連署 然後接下來才開始有不同的身份的人 比如說有一個最有意思是說我們是家庭主婦 然後我們關注這個送中交易我們是反對 這個是比較有意思 因為以前其實是社會上是都不會覺得 應該說是很 對就是說對於參與社運的人的那種想像 通常都是什麼學生啊年輕人啊 然後覺得是一些比較有支持的人 然後其實是很排斥不同的群體的 甚至一開始那個家庭主婦的連署也有很多人提出很多質疑 但是他很快就發現其實是很受歡迎 因為他說出了很多人都 他其實是用一些很平白的語言去說出了一些大家心裡的疑慮 如果有興趣待會兒就開給大家看 然後到六月份的時候就 全香港就很多市民就自發的 就搞了很多在街頭的宣傳 甚至是自費去印刷一些傳單 每一家都去宣傳一下 比如說佩妍跟她的室友都做了很多玩意 然後這個事情的高峰就是過去一個禮拜到現在 因為本來就是六月十二號就是這個送中條例就提到立法會裡面去審理吧 然後在那天之前呢就是六月九號就開始一個前所未有的成都的一個抗議 如果大家對於香港的地理有一個稍微的認識的話 就可以想像一下那個情況有多誇張 那個綠四線就是遊行的隊伍來的 遊行的方向 但是這裡是那個遊行的起點了 但是在那個遊行之前一兩個小時 這些紅圈圈起來的那些捷運站已經全都爆了 然後瘋漲 今天的情況就更加誇張 就是有 其實到現在還有一些人困在那個捷運站裡面 還出不了來 所以 所以她本來呢 那起點是這裡的 現在她 現在有 現在有些人在這裡 慢慢走過去 甚至是有些人在這裡 慢慢走過去 對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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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 出來 出站 他們也更加麻煩了 所以他們就直接把那些 站瘋掉 然後 其他人 只能在前面那些站剎車 然後慢慢走過去遊戲 就是 基本上都不會停 不會停 因為人實在是太多 沒有辦法輸出來 對 所以 這個是6月9號的情況 其實從來沒有見過我 我第一次去遊行 就是03年50萬人的遊行 然後 這個是情況就誇張很多 好 然後 當時那個問題就是 就來了 就是 我不知道那個政府 腦袋是想什麼 然後就是 就是 6月9號 這麼多人遊行 然後 就在11點 他就發了一個聲明說 好 聽到了 但是我們還是會退這個法 不會搞 然後呢 就馬上那些 馬上有一些 在圍那個立法會的人 就很憤怒 就在衝擊 然後 就很多人都被毒打 然後 甚至是 有一個情況是 在往 其實香港有很多 麥當勞是通宵營業的 那些警察就進去麥當勞 欸 所有人 拿你的身份證出來 然後每一個都恐嚇 然後就 把那個 所有人都搜查他的帶子 之類的 所以其實 這 政府這樣的回應 已經令到很多人很憤怒 就準備去進行下一步的工作 就比如說 其實在那一天已經很 在網上有很多自發的人 就 在網上就組織不同的人 去協調一些工作 其實他們已經準備好下一步的行動 就包括 欸 所以有些人 不好意思幹嘛 就是幹嘛 我還是把那個Wi-Fi 先關掉 然後 包括一些 定期發布資訊的台 然後 有一些是 超厲害的 真的 就是有直播 然後各種部分 然後你如果上去 要先怎樣放 然後要怎麼樣 要自保 就是那個 那個資訊 台灣目前還沒有 你有 你等一下會開 你有沒有看嗎 呃 大學台 台灣 是這種震災的 就是他們就是連你被抓要怎麼辦 然後他會 然後全部的新舞台 然後他會 然後全部的新舞台 有沒有台灣真的是沒有這樣 到318的時候也 沒有 就是他們有一個整合性的 那麼完整的 很厲害 對啊 對啊 這樣在居臨地 趕快做一些 我覺得可能我們跟你開始做了 哈哈哈哈 很怕這個選舉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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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不要這樣 對 然後 對 然後就很多中學的學生 就準備八課 然後有一些 有一些比較好的學校 其實 現在六月份 是中學的 考試的期間來的 就 有些中學都比較好 就安排了 就說 你八課無所謂 我們再安排補考 也 甚至有一些人就 沒有這個安排補考 他就自己 跑出去了 無所謂的 因為反正都破出去了 然後就 過千的店鋪就宣布八誓 其實這個也是從來沒有發生過 2014年的時候 是沒有八誓發生的 但是這一次就 不知道為什麼 滾到 過千的 但是就需要 強調的是 這些基本上都是小商店 就 他可能 加起來的 員工的數量 是肯定不夠十個人的 就 但是大企業也有一些促師 他就跟那些 員工說 哎 我都知道 我都知道那天 可能有一些 就是用一些擦邊球的方法 去跟員工說 就 我都知道哪一天 就有可能會 出現一些情況 所以就允許大家 去在家辦公 大家小心安全 他就這樣說 所以就 其實也讓 過一些人 就 可以準備到 周三的那一次 就是 本來是要把 要審批這個 條例的日期 做一些人在街上 對 那個就是 之前的那個晚上 已經很多人準備 出去了 但是就 也是受到警察的恐嚇了 其實就是 沒有任何的理由的去搜查 他們的袋子 然後記下他們的名字 所以其實這也是很多人都看到 都很憤怒 然後第二天就 出現了一些 很有創的 可以說是很有創意的 抗爭的方法 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 那天 就在 全香港 很多地方 都有很多交通意外 但是沒有人受傷 也沒有車被撞壞 就這樣整條馬路的風了 然後就 事情就簡單的多 然後 然後事情就 就像大家都在電視上看到 那邊 我就 不用重複 然後 很多人都對於 因為 那些影像都 太引起情緒了 就不需要去 再播放 但是 很多人都對於 應該說 14年之後 很多人都 開始去 明白到底 像那個警察 發生了什麼事情 就是 首先是很有 系統的去 去灌輸 仇恨 那些抗爭者 跟記者的意思 比如說 很多人都派到 就是 那些警察 在罪打 那些記者 記什麼 記你老母 或者是說 對 然後 也派到一些 抗爭者 被抓以後 就被毒打了 甚至是有些人 就站在這裡 然後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抓進去打 然後 然後 同一天 其實很多的 其他的警察 在全香港 就是 就是做 就是做這樣的事情 尤其是 針對一些什麼人 就是像我這樣子 就是 穿黑衣服 然後 背著一個 背著一個背包 就肯定不是 好事情 對 然後就主動的 但是這一次 跟14年最大的分別是 其實14年那個放 翠里瓦斯的過程是 比較混亂的 就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發生什麼事 但是這一次是 有很大的分別 就是 不是那些 抗爭的人去衝的 而是反過來 是警察 就想衝出去 就主動的去攻擊 那個 主動的攻擊那些 在包圍的人 那具體的原因是什麼 到現在其實 還沒有一個很確定的答案 然後他們就用了這些東西 然後 其實 就很簡單的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那些什麼 胡椒噴霧跟脆裂氣體 其實在國際 就是在國與國的 之間的戰爭裡面 是不可以用的 因為他們是化學武器 但是聯合國就從來沒有禁止 它對於自己的人民 去用這樣的東西 這是第一點 然後第二點就是 其實那天我都跟很多 朋友都提醒了 就是說那些所謂的布袋彈 或者是橡胶子彈 其實全都是可以殺人的武器 只要你是苗頭的話 就很有可能是死 或者是殘廢 但是我們實際上發生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它真的是瞄準 對 全都是苗頭 對 但是 這一段就是一定要讓大家看 因為我覺得 這個是 這個是整件事情裡面 最有標誌性的 最有標誌性的一個畫面 對 沒關係 因為它是GIF 因為它是GIF 它是水 對 再來一次 對 再來一次 你看到它們在幹嘛了 就是 有一棵 有一棵 吹雷瓦斯就跌在這裡 然後大家不是逃掉 而是拿手中的水把它淋吸 然後它的氣體就不可以分 就不可以上到不同的地方 其實這個畫面跟剛才我提到的那些什麼支援的小組 其實就可以反映一件事情 就是其實很多人從2014年之後其實是學了很多東西 而且 不但是學了 然後 而且其實是很有準備 再去做另外一次大規模的抗爭 因為我們 但是那個不是說很多人在秘密的演練 只是說 已經 對 有這個概念 有這個經驗 到時候就不會慌張 很快就 找到自己的角色要做 比如說我 我過來之前的那個晚上就碰到兩個朋友 他們就說 因為我們兩個都學過那些臨場的急救的 所以 我們已經加入到那個醫療的小隊裡面 就是很多人就自動的 把自己就放在一個自己可以幫忙的位置 對 然後所以就是這樣吧 就是 六月十二號是發生這個事情 其實已經很多人都很憤怒 但是 更加憤怒的就是 那天晚上呢 就是那些 中丹的人就被抓了 然後就 甚至控告他們 暴動罪 那是很嚴重的 因為 其實是 香港的 針對政治法的 罪名來說最嚴重的 就是可以做十年 對 但是呢 那個 十二號之後就發生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 那些人就用了很多很奇怪的方法去反擊 比如說 這個是一張長輩圖 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長輩圖都是用來傳假消息 或者是一些有什麼消息的 然後 他們就 對 然後就用這個格式來寫一些別的東西 你可以看一下他 他在寫什麼 這個是其中一種 另外一方面就是 就是在全香港繼續有不同的交通意外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有 很多人在乘捷運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就跌倒 然後整條捷運線就停掉了 就是他在進去那個 進去那個車之前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就掉下來了 就十幾個人同時掉下來了 掉下來是什麼意思 掉到那個 對 對 對 然後你們要辦法開嗎 因為他們要進去 對 甚至有一些就是 我們現在要 要備格那個重資 所以我們就把中國銀行裡面的存款傳都提出來 然後 之類 然後另外一些可能是比較有 比較有攻擊性的 就包括就是 其實香港有 超多人是有雙重甚至是三重國籍的 就是 尤其是公務員 因為以前的系統 很多人都有英國的國籍 或者是其他國家的國籍 然後 就有些人就發信 就給那些 發信給那些國家的政府 就說 這個人 其實他是為中國政府的利益服務的 你們不如取消他的國籍吧 因為他們可能對於你們國家的安全有危險 對 然後 也有一些是去美國去聯名要求 凍結香港的官員的海外制裁 其實那些就嘗試直接的攻擊他們 然後也有一些就是 因為太多警察的照片 然後他們已經搞了一個警察的檔 警察的資料庫 這個是誰 他的臉書是什麼 他的IG是什麼 他的女朋友的IG是什麼 他的地址是什麼 哎 那是我的舅同學 我把他的電話放上去 之類的 所以就 對 其實這個真的是有效果 就是因為 已經有幾百 已經有幾百個警察跟他們的 跟他們的上司 就說 他們受到騷擾 所以真的有人去做 然後長輩圖 然後 有些比較有趣的就是 現在很多人自發的 就在街頭就自己搞翻譯 就 哎 你會看那些受政府控制的媒體的 抹黑示威者的新聞嗎 好 那我在街上播給你看 其實實際上發生什麼事情 就 就這樣 好 那到現在就是 好像會延期 然後 然後 然後昨天就說暫緩 但是 目前 剛才問到一個問題 就是 現在大家的訴求是什麼 其實 起碼有四個訴求 第一 就不是暫緩 馬上把它砍掉 然後 第二 就是 林鄭月娥下台 然後第三 就是所有在那個鎮壓裡面被抓的人 放他 然後沒有任何的追究 然後第四 就是 追究那些警察使用過度的暴力 然後 還有第五的 就是有些人對於 六月十二號被定性為暴動是很不滿 就要求 所以他去改這個情報 這樣 然後 然後 就 昨天晚上就發生一件 很不開心的事情 就是 有個人 其實他在 下午的時候 已經 站在一個 上場的樓頂 然後 就 拉一些 這樣 佛跟圖 然後 站了五六個小時而已 五個小時 然後 之後 目前還不清楚 具體是什麼原因 他就掉下來 就死了 然後 所以 今天的遊行 大家在網上都看到了 然後 明天 明天 繼續會 富裕那個 八共八十八顆 我剛剛在那個會場的時候 他就補充說 就是我剛剛在那個抗議的現場 他不是要補充說 那時候其實 他們有要找那個談判專家 請 就是想要跟他 就是 勸他 對勸他下來 可是警察 就是香港的警察 一直沒有讓民間的團體 就是去 然後他們只 只送就是政府的人 去跟他協商 可是就是到最後 他還是 就是 我覺得這個也是 可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些警察 他要拿那些法報的裝備 去 在他旁邊 然後 你肯定是 就是令他更加不安 然後 對 就 就是議員 那些一直想要 在對面網路 安撫他 就是開一個麥克風 去跟他說 跟他唱歌 打氣 然後跟他說 我們先下來 我們先彈一下 但是最後 他全覺醒太大了 對 然後 其實這個 呼籲散罷 也是 剛才就已經提到霸師了 巴克已經 以前已經發生過幾次了 2012年那個 反對國民教育 然後 2014年 爭取 補選 就罷了五天 然後 那 這一次 這一次 還是有巴克 但是 另外罷工 這個也是一種 比較新的情況 因為 其實香港的工會的覆蓋率 是非常低的 就是真的可以運作 真的有組織利益的工會 其實 加起來可能 只是 全香港的勞工的 不到10% 所以 其實 這個罷工就 不是說 不是傳統的那種 概念的 由工會 呼籲發起 組織起來的那種 全港罷工 而是 更加多是 不同的 打工的人 想辦法那天 不去上班 有些人是直接跟 工作地點去安排的 有些人就是 假裝請個病假 所以 嚴格來說也說不上是罷工 但是 其實 我也會覺得 這個是一個進展 因為 以前是 幾乎沒有什麼人 會想到用罷工 作為一種 表達政治訴求的武器 而 香港上一次的 政治性的罷工 大家猜是 多少年之前 猜一下 上一次就是1967年 就是 很多人會說的 六七暴動 其實 六七暴動 之前其實是一個 全香港的罷工 由那個 親共產黨的 共會系統去發起 當時的那個 政治訴求 其實 其實也是很複雜的 到現在還沒有人能夠說清楚 但是那個就扯遠了 先回到現在 好 剛才提到的就是最近發生的事情了 但是 其實 就是 只是看這件事 其實是 解釋不了為什麼會有這件事 所以要跟大家補充一些過去的脈絡 就是 其實 2014年 那個 79天的占領 最後就 沒有爭取到補選 而且 其實對於整個民間 有抗爭意識的人 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尤其是 因為很多人在那個時候都是 其實都是那個時候第一次去參與社會運動 然後就受到很大的挫敗 但是其實 過後就還有很多人是很不服氣的 所以就還有不同的形式的 比較大型的行動 就包括15年有些叫光伏的行動 就是有幾百號人 就禮拜六或者是禮拜天就去一些中國遊客 經常去的購物區去遊行 甚至是騷擾那些遊客 所以對我來說那個是一個 我是一個 我是很不贊同那種手法 但是 雖然我都可以理解 而且支持一些對於限制遊客的行為 但是 限制遊客的政策 但是 對於這種 針對平民的行為 我就還有 很有把握 對 你怎麼樣 糟糕 就是提他們的行李殺 還有就是指著他們 對於圍主 然後罵他 就圍著他罵他蝗蟲 你為什麼要在這裡買東西 你趕快滾回去 這樣這樣 對 之類的 然後 另外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因為 那個運動失敗 然後 肯定要找個人來 肯定要找個要負責的人 那 就是那些 叫大家出來的人 辦事不利 或者是 搞錯了很多事情 所以就 令到我們失敗了 就很多人都會有這樣的情緒 所以就傳統的社會社運系統 其實是很大的程度上是瓦解 或者是說他的 他被信任的程度已經遠遠不及之前的情況 然後另外一個很重要的狀況是 2016年的年初一就發生了一個很大規模的衝突 其實一開始那個起因是很無聊的 就是每一年 香港就是 有一個很壞的情況 就是在街頭上你要賣食物 其實沒有牌照的話現在是很違法的 所以是基本上是不可以的 但是要拿到那個在街頭上賣食物的牌照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幾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香港有一個傳統就是在新年的 大概是年初一二三這三天 就是很多人自己在街上買賣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2016年的那一年 就特別多政府的 特別多政府的人想去趕這些賣東西的人 所以另外也有很多人就想過去保護這些小房 或者是之類的 然後居然是因為這樣的一件事情 就變成一個如果說暴力的程度的話 就是應該是目前來說最大 但是其實也不算是很暴力 就是有些人就敲起街上的磚頭 就趴過去 然後也有一些放火的情況之類 但是所以這個就被定性為暴動了 然後那時候被抓的人裡面被判刑的是三到七年 其實是很多年以來 多少年 可能是我不清楚 但是很有可能是六七年以來判刑最長的政治打壓 然後接下來就是政府就覺得已經吃定你了 所以就在立法會的選舉裡面就很多人 根本的參選的資格都被取消 但是以前其實從來沒有這事情 他就是那個負責選舉的人就給你一張紙 就說你是不是擁護基本法 你簽 但是有些人是簽了還不讓他去選 他說你不能正常 對 就說我看你的鏈書 你說香港什麼香港獨立啊 什麼 所以你是違反基本法 所以你就不要去選 是這樣 然後反 但是甚至那些贏的選舉的人裡面 有六個人就被取消資格 所以其實是大規模的去反過這個公民社會跟反對的力量 而且由於因為這大規模的反過 所以那些信心的所謂的本土的組織也面臨瓦解 所以其實是有一段時間大家都會覺得非常的問題非常大 因為已經沒有有效的反抗的力量 一方面是客觀的沒有力量 另外一方面是心理上對自己的信心 對於運動的創傷這些都還沒有處理得了 甚至是有些朋友 有些我們認識的朋友 就是14年帶來的一些心理的意義到現在還是有 接下來 關於那個社運系統被攻擊瓦解的部分 就配言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因為我就是被瓦解的其中一個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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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嚴重 好 那就是大家剛才也有提到就是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612的行動 其實很多他們都不是有什麼人在指揮啊 或者是有什麼組織在領導 他們都是用一個叫 可以看一下嗎 用一個叫Telegram的apps 就是內心那把 但是它可以容得 內心的比較強 嗯 Telegram的內心 比較強 還有就是它可以容力的到更加多人 例如說 他們都會在上面發一些信息 例如說就是 剛才你怎樣去處理那些去率瓦斯啊 或者是那些救護站 有什麼要注意的地方 或者是那個 怎麼樣可以保障自己安全 以致到一些策略上面的問題 例如說 什麼地方需要人 什麼啊 你要去攻擊 你要去守那個地方 那些他們都會在Telegram上面去發布 或者是討論的 那我們哦 就是放了其中一個群組上來了 就是他們會在裡面討論一些 就是策略的問題啊 或者是 嗯 他們覺得怎樣 一些消息 然後最大的一個群組 其實有三萬多人 三萬多人在裡面呢 還有就是一些頻道 因為 Telegram都有一些頻道 可以發放信息 然後那些頻道平均都有 五萬到六萬人在裡面 就是大家都是在看那個頻道什麼消息 然後 我就發現其實 雖然我們沒有一個實體的大台 在指揮人家 在幹什麼 但是他們很多都是在 啊 這個Telegram上面去 發信息 去擔任那個大台上的角色的 然後 嗯 嗯 這個 他們我們發現 就我感覺呢 裡面很多都是一些素人 素人是就是 比較沒有那麼大的經驗 或者是 他們 不是我們 這類型的 經常參與 社會運動的人 然後 哦 你可以看 啊 他們就是 會討論一些策略吧 啊 但是 這個為什麼 我們 啊 在雨傘運動之後 就 再沒有個實體的大台了 就是 因為 雨傘運動其實 大家都有一個 對大台有非常大的不信任 然後 就 啊 把他們瓦解 啊 其實在雨傘運動裡面 我經歷過就是 兩次比較重要的一個行動 就是 衝擊行動吧 然後 第一次就是 9月26號 啊 衝進 衝進那個公民廣場 然後 那時候是第一個晚上 就是 大家發現 大家開始 佔領那個 道路啊 就是很大的一個行動 就是有很多人參與的一個行動 然後 然後啊 大塔 因為那時候範圍還是比較小 還有那時候啊 群眾的經驗還不足夠 所以大塔上這個方面就 擔任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 他們 例如說 就是 發佈一些 例如說 避布後有什麼要 需要知道的東西 或者是啊 你面對呢 那些呼叫噴霧 噴到你的眼睛上面 你要怎樣做 然後 就不站在哪裡 我們哪裡要水 哪裡需要人 都是由大塔上面去發布的 然後 其實那時候 那個群眾 你可以容易得到 群眾跟大塔的信用 認同是非常的高 因為大家都 嗯 一方面就是因為 嗯 比如說 那個 經驗吧 我們 十分是最高的 然後很多群眾 他們正是 可能真的是你 然後我們 可能 就是一吧 然後啊 他們就會覺得 哦 這是資訊有用 還有就是那時候 還沒有這些 Telegram的Apps 可以這樣廣泛的使用 可以這樣廣泛的使用 所以他們很多時候 都會聽大塔的 嗯 是 啊 的笑事吧 啊 還有那時候 那個站裡 卻還比較小一點 就是大概啊 線 大概就是一條街道的地方 所以大塔其實是 發費了一個 一個所用 就是可以提費大家 但是 後來去 第二次 就是也是 最後一次行動的話 就是啊 一一三尼 就是 最後一次 就是有大 雨下運動裡面 最後一個大型的行動 我們可以看到那個時候 其實大塔跟群眾的信任度已經非常的低 然後 其實大塔已經完全失效了 為什麼呢 因為大塔不信任他們的群眾 群眾也不信任他們的大塔 嗯 大塔不 怎樣說呢 因為大塔他們 請問為什麼是大塔 啊 沒有 不好意思 就是呢 我想說大家都知道嗎 不好意思 因為 原來沒有 不好意思 其實大塔就是一個指揮台 那是 今天我們看到那個指揮 密法院的指揮 他們上面是不是有些人在 拿著麥克風 但是 你想像就是大家在衝擊的時候 那個大塔就是發布一些資訊給大家 會 什麼地方需要學 然後 那個麥克風很大 然後 很多 其實大部分人 現場的 現場的 大部分人都知道 實體的 實體的 有沒有一些圖片 哎 這裡 原來是實體的 不好意思 是實體的 因為 不知道台灣沒有這個用語 好 解釋清楚 然後 這是一個實體的大塔 應該是站哪裡吧 Anyway 然後 主持 就是有幾個人 在主臺 上面 跟大家說有什麼要注意 然後 就是這樣 然後 你可以看到 下面的群眾 都會聽到大家說什麼 然後 到了 1130 就是 這一起行動裡面 其實大塔不信任群眾 因為大塔其實他們在 發動行動之前 每個人 有一個計劃 怎樣去衝 怎樣去衝擊 但是他們 覺得不能夠先 告訴群眾 因為你告訴群眾的話 警察就會 全部都知道你的計劃 他就覺得 群眾 可能就 不太會明白你的計劃 還有就是群眾為什麼不信任大塔了 可不可以看那個圖片 就是 在 九月份 一開始 那個群眾運動到 1130 最後一次行動之間 就是大塔發生了很多事情 就是覺得 組織者 跟那些 跟行動者 其實 溝通很差 就覺得 很多時候 那時候的 領到的 組織就是 學生 香港 券上 學生 圓會 就是 一個學生 的組織 然後他在 領到這個 運動吧 然後 他們覺得 你做很多決定 你都沒有問我 你也沒有跟我上哪 為什麼 我要相信你的 指導 然後他們也很不滿 就是大塔跟 群眾的一些 節目上的安排吧 因為 那時候每天晚上 在這裡去 你有沒有什麼事好做嗎 然後大塔 他會 請大家上去發言啊 但是發言 也不是每個人都可以上去 他可能只是找一些 Angelo的人物啊 或者是政黨的人物啊 上去講 然後他們每天晚上 都會 經常唱一首歌 就是 海 海 天空 其實呢 我自己 是不太喜歡這首歌的 然後那時候也有很多 他們可能比較 年輕的 或者是比較 那種 激進的行動者啊 他們也不喜歡這首歌 他們覺得 你們在這裡唱歌 但是我在 前面時 就是 在跟那些警察在打 然後你們在這裡唱歌 你們大塔也沒有叫人來幫我啊 那為什麼我要聽你大塔說話呢 還有呢 在海闊跳 我個人 來的時候 為什麼不喜歡 就是因為 他沒有看真心 他就是 那種 很問候 對對對 還有就是 有一種 信 是不是有一種信心 就是啊 我明天可能就 過幾年我就可能 不在這個場合上面了 應該是有這一個意思吧 對我啊 對 然後 我就覺得你在一個看真 的場合 不是應該要在這 奮鬥我們要努力 反而你是要大家 就有這個心態 我就覺得 很不喜歡 然後 然後 對 對 真的 背棄了理想 學人 學人都可以 然後 沒什麼 你確定真的要在指揮上面唱歌 唱這首歌 然後 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當時是在大塔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這首歌會 變成了大塔的歌曲 這個是個不解禁謎 可能要重新出一首新歌 可能要寫新歌 現在其實有另外一首歌 就是叫 Sing Hallelujah 這個 我覺得這首歌很有意思 因為他們 本來是 6月12號 前一個晚上 對 前一個晚上有個祈禱 可以有很多基督徒在那邊 然後唱歌 然後 大家 因為那時候 6月11號 大家的心情 都是一樣 我們守到6月12號的早上 就會有更多人來 治完 然後 他們就一直在唱這首歌 他就是 唱這首歌用來圍住那些警察 可以 可以 其實他是 難怪我那時候 看在工程中 這個拜託是什麼 其實 其實他是一首 其實他是一個修園 修道院 院裡面的歌 其實他是一首修道院裡面的歌 但是因為只有兩句 只有一句歌詞 所以就很多人之後就跟著去唱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段短的 其實這也是一種很 比較神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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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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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其中一个看歌就是看到那些警察是应恋不赖的 因为我不可以骂你 因为你在唱歌嘛 所以他们就整个晚上都是唱这首歌 现在好像也有唱 我们可以说回那个回到2014年 我们回到上运动的现场 那时候大台的沟通就已经没用 特别是1130那个晚上 我们特别发现不只是信任度的问题 还有经验上面的词 大家已经不同了 我们还是停留在一 然后群众已经升到了4或5 然后我们那时候行动的时候 因为那个行动范围太大了 大概要走5分钟左右才能走到那个前线的部分 然后你信息全的肯定没有那么快 我们还在用那个Telegram慢慢打信息 说告诉大台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大台再看一下才发布那个信息 然后那些群众其实已经用那个walkie talkie 就是全腹肌 对讲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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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们已经 立刻告诉我们已经发生什么事情 什么什么 然后我们已经带住在哪里 就不知道大台要发生什么的作用 还有就是那时候 因为大家都知道要负那个法律的责任嘛 因为你如果真的是直接去冲击什么地方 你肯定要负那个法律的责任 然后大家也不太敢负吧 因为那时候你也不知道要做多久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你大台的话 他感觉就是要负很大的责任 所以他们不会直接 比如说你走过 有些群众可能过来 走过来跟我们说 那你哪里哪里需要的人 但是因为非常怕那个是假消失 或者是跟你本来的计划不同 所以都不敢发布群众走过 想要我们发布的新消息 就是非常愤怒的那个网上 就是快不是要打警方 快要把那个大台机械擦掉了 所以其实就有这样大的冲突在里面 可是那个大台的就是谁 就是有很多团体在一起 主要都是学员、学文、学名、思乔 还有一些NGO的团体一起帮忙去经营那个大台的 然后去到庆次 我们看到其实一方面就是没有人敢去做那个大台的领导这个活动 第二就更重要的是 其实群众已经非常ready 非常有准备去参与 自发的参与这个运动 我们看到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他们已经很准备那个面对警察要做什么 你必须要做什么事情 或者是骨骑喷雾啊 那些催泪瓦斯是怎么处理 那些皱上队啊、物质队 其实他们已经很快就找到自己的位置 去做自己要做的后援的事情 然后所以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动员能力非常强 但是他们在那个Telegram上面也是那个受饰非常灵通 可以下一下吗 对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他们 有没有真正的赶上 但雨上当时候勾动不住的那个地方呢 我觉得是有一点保留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在群组里面谈的很多都是在场的一些战略 就是你怎样对警察的战略 但是你不会真正去讨论得到那个运动的方向 那个是才是真正重要的 但是那个Telegram上面你是很难去有一个platform 让大家真正的去讨论得到没有个有效的沟通 然后所以我们会感觉就是近视我们看到很动员能力非常强 但是那个组织是非常的弱 那每个人都把自己当成一个个体在参与这场运动 他们不是属于他们强调我不是属于任何组织 我只是个人自发走出来 他们经常说这一句话 然后那对于如果我们这个运动要变成一个长期的运动的话 可能就会比较有一点困难 因为你每个人都是个体 然后你没有个组织是把这些人连在一起 所以对于未来的六收罢工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更加长久的抗争 我是有点悲观的 那刚才这个部分就是讨论到那个 从2014年到现在那个运动的组织的模式的一些很明显的改变 但是其中一个就是其实可以如果要形容就是2014年的那一次就是那个核心 是核心跟其他人没有一个很强的联系的话 这一次反而可以看到就是一些好像是不认识的人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互相就有一种默契 就像刚才的那种那个崔瓦斯那个事情那样 但是具体上那个对于大家的想法是怎么样 现在我是没办法跟大家说的 因为我还没有到过那个现场 所以明天其实也是很期待 回去的时候 到底会看到什么的东西 其实我有特地问过在场的朋友 因为要准备这些讲究嘛 然后他们也说就是那些人有种莫名的信任 就是大家对彼此的就是一种同路人的信任 就是大家觉得我把物质交给你 你一定可以信任 我一定可以 你一定可以把它好好商用 或者是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就是他们不只是在开的网上 他们可能就是临场也会有一些小组的讨论 就是现在几茶要来了 让我们物质放在哪里 我们怎样怎样去做 他们也是有这些内型的小组讨论的 当时除了 当时除了 对前面还有位置 不要害羞 不是这边的人往前 因为他们都会很害怕 往那边走 谢谢大家 好 好的 想大家先坐好 不急了 另外一个我想跟大家谈个 关于2014年的背景 就是说 刚才不就是说 社运就瓦解了 然后就受到大贵奴的报复 然后那个政府就觉得 你们已经搞定了 反正你们这么大的都搞出来 然后其实对我都没什么威胁 那可以乱来的 包括什么呢 首先那个 立法会的开会的规则就改了 就比如说现在是需要开 可以开会的人数就要求就降低了 甚至是那些议员去发言的次数也受到限制 还有很多不同的改变 然后接下来其他就更加夸张 就是过去十年 其实香港就 建了很多没用的东西 就包括高铁啊 什么港珠啊 大桥啊 之类的 然后现在就越来越离谱 就包括没有经过立法会 就投入六千亿的台币去建机场的第三条法道 其实我对于这个数字已经没有概念了 不知道怎么行 好 刚刚需要六千 对啊 然后 可是那那个钱是回到谁 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钱的费用 哦 这个钱他就交给机场管理局去自己搞 然后机场管理局怎么搞六千个亿台币出来呢 首先就是所有在香港 其实如果你们去机场的话 你们都有份贡献就好 因为他已经在你的机票里面 就是所有就是每一个旅客 是有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就是机场管理局的一些投资的收入之类 他就怎样滚呢 就千个亿出来 对 然后去年他就想打算 现在还没有通过 投入四万个亿的台币 来建一个人工岛 他就说可以改 可以解决香港的一个土地供应不足够的问题呢 当然是扯大 还有一些更加离谱而已 以前从来没有发现 发生过的事情是 很多铁路的工程发现 那个透工减料的情况很严重 到什么地步呢 就比如说 这面墙 我们本来要求他 就是他的钢筋是需要这样连起来的 原来他在里面是这样的 好 无所谓 本来的要求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把他的要求变成这样 那他就符合要求了 对不对 然后在另外一个地方就发现 诶 那个正在建筑的 正在建筑的工地上面的东西已经在沉降了 也是超出了标准 诶 无所谓 我们把那个标准改了 那现在他就达标了 他就符合标准 就很多这些很明显是很离谱的东西 但是因为那个立法会的 那规则已经改了 所以已经没有办法去更进 但是还有很多不同的社会问题 包括每一年 现在每一年有超过一百个中学跟小学的学生自杀 为什么 为什么 今天早上的时候我跟另外一个朋友谈过 其实我说不出具体的理由是什么 但是一个客观的现实是 其实香港跟台湾的工作时间是全世界最长的 但是 香港的学生 学习的时间 比香港的工作的时间还要长 你先讲一下上课的时间 上完课之后还要补课 还要回家还要做功课 然后周六周日还要去兴趣班 还要去什么 不同的兴趣班 就是过期间 那他应该有一个之前跟之后 应该是说可能一个时间点 可能以前几年之前 可能没有这么严重 然后可能过了某一个年之后 可能2014年之后突然上升 有去看过那样的数据 没有 我想请教一下 因为我有些香港朋友 他们是说 比如说我要怀孕的时候 然后我就要开始准备帮我小孩报名幼稚园 因为这有关于他后面念的小学 然后中学 是不是有关这样的原因 所以小孩的压力才那么大 我就会说 现在那个气氛就是每一层的人都有压力 就是说有些人为了进一些比较好的学校去去搬家 只是为了增加自己进那个学校的机会 或者是有些父母为了觉得 那个孩子学多一点东西是比较好的 就帮他包两个幼儿园 早上一次 下午一次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解读是一个集体社会焦虑吗 是 是 会不会跟那个TSA也有讲 有些人是会这样说 但是因为我自己就没有深入去了解这方面的 就说不了 然后另外就是那个房屋的问题 永恒的问题 以前政府就承诺是 你去轮候那些公共房屋是每三年就可以上楼 其实那个早就是假的 在二一三年我做一些地区的工作的时候 已经有一些街坊是六年都上不了 但是现在他终于承认他是平均是5.5年才可以上得去 但是你在轮候之前可以住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住在一些很小的康房之类的东西 然后上面的那些是关于经济民伤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关于尤其是政治方面 尤其是中港关系的政治方面 其中一个最震撼的当然是通过万数电视线 相信大家都知道是什么 我就不用解释 另外也有国歌法 就是说 比如说在一些公共的场合 他要他说 好了大家起立唱国歌 如果你如果你不站起来啊 或者是你唱一些奇怪的东西 就把那个国歌做一些二窗啊 或者是什么什么的话 你就违法 是可以是可以坐牢的 但是这个还没有通过 但是很大机会通过 然后那个异地两检 其实异地两检 其实异地两检 才是第一个引罚有人自杀的一个事件 那是什么呢 就刚才不是说 香港建了无聊的东西 包括一个高铁 那那个高铁呢 其实我们看地图会比较容易解释 他的高铁 其实他的总战是在香港的市中心的 但是你要从香港进去 中国其他的地方 其实是需要一个过关的程序 首先是走出香港 然后是进入中国境内 但是那个异地两检 他就把中国的关口 都放在香港的市中心里面 就是这个地方 换另外一句话说 就是说有些中国的官员是可以在香港是释放 但是其实他在里面可以做什么别的东西 那就 我就不知道了 现在已经知道有些人是 有些人在香港进去 以后就马上被抓上去 已经发生了 但是那些人是什么人还不清楚 然后就大力鼓吹香港要融入大湾去 甚至有些人是很孝将的 就是说以后就没有香港人了 就只有大湾去人 那大湾去是什么呢 我们就把那个再扩大一点 大湾去就是这个区 其实就是珠江口圆圆的一些城市 包括深圳啊 东莞 广州 中山这些城市 他就说香港以后就融入到这些地方 然后就香港人可以住进去啊 然后当时实际上会发生的事情 其实就是把香港一些人换掉 但是换什么人呢 那个跟刚才有个朋友就 问到关于人口政策的那个 我大概就很简单的说一下 大概才说 因为那个也是一个挺复杂的问题 然后就是那个送中条例 我就会说其实这个情况 其实就是这么多的冤气加起来 引爆出来的 所以就是有一种情况 就是很多人的普遍的心态是 对于那个社会是非常不满 但是就有很大的无力感 但是有 其实这个本身已经很大问题了 但是接下来一个更加大的问题就是 从事中国跟中国人 就是以前 就是说可能是十几年前的话 其实很多香港人还会说 中共就不等于中国 这是第一 然后第二就是 中国人就不等于中国政府 以前就十年前就还是很多人这样说 但是现在是很多人就是把它全都打扎起来 所以其实这个会引发很多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很多时候其实 很多时候其实 对于那个现状的不满 就会嵌入到那些中国的移民 就好像所有的问题都是那每天一百五十个人搞出来的 就比如说 为什么呢 那个公共房屋的轮后这么长 就是因为那一百五十 每每天一百五十个人 为什么那个医院的床位不够 就比如说 现在如果一个有些急的病 比如说我的手断了 然后你猜一下去政府医院要等多长时间才可以看到病 没有那么夸张 两个月真的变形了 你是急性全能的大部分 是以小时机的 就是说 如果你的手段去政府医院 可能要等八个小时才可以得到治疗 然后 好了 为什么床位那么少 因为每天一百五十个人 好像什么问题都是一百五十个人的错 但是其实那个完全不是这个 对我来 至少对我来说 那个完全不是事实 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这样 好 最后 这一段就 我想跟大家谈一下 那个 我们不只把宋众就 看作一件事 单独的事件的话 应该怎么样去理解 就是说 为什么 需要在这个时间点 要去推这样一个这么有争议性的议题 而且要推得那么急呢 因为它本身的流程是希望 六月十二号就放到立法会